知名的那一科医师自己有15年的糖尿病史 薛医师你怎么了 当时怎么发现你自己有糖尿病的 我在医院出来当诊所的医师的时候 每天非常忙碌 一天大概200个病人 从早到晚 中间连吃饭时间大概5分钟左右 排骨饭 鸡腿饭 或者是可乐当饮料 所以那个时候饮食上非常不正常 天哪 又听到一个可乐当饮料的医生 是啊 所以一般医师觉得自己不会生病 但是我真的得到糖尿病了 但是很多医师得病以后都会想到 我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方法能够不吃药 我就发现有一位医师 就是我们日本的心骨红石医师 他可以从19岁到70几岁都没有生病 他可以不吃药 然后可以帮助很多人健康 很多癌症的病患让他照顾以后 他的肠子都变得非常健康 这一位心骨红石医师他的饮食原则 就是说九成是植物性的 一成是动物性的 而且他是喝好水的 那么谢医师就开始参考这个医师的方法 他自行研发改良 另外一个饮食原则 这个就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 饮食是每餐都有生菜 而且是多色的熟菜 还有鱼鸡肉一盘 五谷一碗 豆浆芝麻 一杯多种少量的水果 就是他 这个是你自己准备的吗 来 这是我太太 每天每天中午帮我准备的一餐的饮食 对 你会发现大部分是有生菜加一些水果 梅子 这个是梅子 对 仔细看一碗 对 来 我说生菜为什么 因为煮熟的菜 大部分的植化素 月列素 酵素 营养素 矿物质 维生素都已经破坏 那个美国有一个乔尔夫尔曼医师 他认为 我们要用超级食物战胜疾病 就是生的 生的 所以你里面的那些植化素 月列素 酵素 营养素 矿物质 还在 很重要 所以他会帮助你健康 他说每餐必有生菜 好 再来 他有提到说各种的蔬菜 所以你选择他 他是角白选 再来 颜色都不一样 对 绿色的 西洋芹 豆皮 豆皮 仔细看他的比例分配 主要还是西洋芹 纤维素非常多 他是低生糖 所谓低生糖就是 他你吃下去有食物的 血液中的血糖不会升高 对 就是小黄瓜 他有腌过吗 有 还特别买那个梅子酱来提味 真的 这个是客家人最喜欢吃的那个菜包 白萝卜 红萝卜 那里面的馅 我太太是不吃那个猪肉的 所以不加猪肉 好 再来一个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 刚刚我们薛医师啊 或者我们的新养科医师都解 这个番茄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对 那我们也一定会有这个红色的 另外还有这个多种少量的水果 是 像那个白色红色的火龙果 我是刚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 稍微药 大五